这是郭飞雄他第四次被中国政府关押 在两年多前他被捕的时候 他的妻子张青曾经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出了公开信 要求当局释放郭飞雄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那么在今天宣判之后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skype连线 邀请的是目前在德州的张青 来谈谈他对今天判决的看法 张青你好 你好 是张青我们知道过去两年多来 作为家属你们都在期盼有好消息的传出 今天听到判决的结果 跟我们谈谈你的看法 今天听到这样的 就是说在法庭民 在开庭的时候 民事给他加了一个罪名 也不给律师辩护 然后呢 就是法官就充当了法官的角色 也充当了这个工作人的角色 直接给他加罪名 然后加刑两年 我们很生气 也很气愤 表示强烈的抗议 这个我跟那个国富雄的姐姐联系 他当时告诉我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的难过 然后我也告诉了我的孩子们 我跟我儿子说 我说你的爸爸本来只判四年 然后法庭上法官民事 加了一个罪名 然后就多加了两年时间 现在要管在里面六年 他听了以后 他马上跟我说 他说这就像希特勒 时期的时候 希特勒给医生有那么大的权力 也就是说当时的医生 能够直接给他们 认为了身体不健康的人 直接给他们处死 也就是说 他马上就联想到这一点 他就说中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给法官的权力 就是说他一个人 做了两个人的工作 就是说不需要别人来指控 不需要原告 就直接法官就可以 又作为原告 又作为法官来 然后来判这个案子 所以他当时都很气愤 因为一个小孩 他能说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他是很清晰的 然后我们真的很气愤 为这件事情 表示强烈的抗议 是 那么张青 我们知道你刚刚也听到了 张磊律师的说法 这个在庭上 他们都已经表示 郭飞雄说会继续的上诉 可是法庭对于给律师 有多长时间 能够进行上诉和准备 并没有做明确的说明 所以看来 还有很多的困难点存在 我知道作为家属 你人在海外 心里一定非常的焦急 你认为你接下来 会如何采取行动 继续来营救 郭飞雄的行动 在2013年的公开信之后 你还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是 现在其实就是说 这就已经变成了 这么过分的一种行为的话 是已经是超出了 人能接受的一种范围 所以我接下来 因为我看我就是 接下来要接着写公开信 然后我也再要考虑一下 我要用其他的 什么样的方式来抗争 因为这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事情 不能沉默 所以接下来事情 我还没有想太多 但是公开信肯定是要写的 也许我还要做决实抗议 而且我甚至觉得 还要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情 不能接受这种判决 太无耻了 因为直接在宣判的时候 加一个罪名 然后加薪 这样的话 就这种事情 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 以后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 如果这个时候不抗争的话 将来这种恶劣的行为 还接着发展下去 太黑暗了 是 张青 除了这个判刑之重 还有他的这个 突然加罪行的这样的做法 就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批评 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很关注 就是郭飞雄的身体状况 你刚刚大概也听到了 张磊律师的形容 那么跟我们谈一谈 你担心他的身体情况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昨天的高瑜案 那么最后是减刑 而且判这个肩外执行 主要就是他身体的状况 那么也有各界说 高瑜他是认罪了 所以获得了减轻量刑 作为家属 你会希望郭飞雄 通过认罪来重获自由吗 就你了解的郭飞雄 他会这样做吗 他不会这样做 而且我也不希望他这样做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罪 这是政府 因为他自己靠着自己的 那种政府的这种 关押人的能力 关押人的权力 制造这种政治 迫害冤案 根本就 他根本没有任何罪 而且我也不希望他 做这样的 做什么认罪 因为他没有罪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郭飞雄先生的妻子 张青女士 在美国的德州 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也请您多多保重 美国之音将会持续的 为您关注 郭飞雄案的相关进展 还有一些最新的反应 也请您锁定 美国之音的各界报道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留下您的看法与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